懸疑 浪漫 風趣 淑儀一早在我讀APA的時候 因為她教Drama School 早已聽過大名 一直未有機會合作 但秋心哥更加 很開心的地方 有時會接觸前輩級的人 無論是導演或演員 每次都會給我很多得著 我好像做一個弟弟 做一個契弟 契弟 在劇場的時候 其實我挺享受契弟 有人帶著 你們已經很難有人帶著你們了 誰帶著你們呢 很好 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 她是我生命中最忠誠的一位導演 而且是唯一的一個 她跟我一模一樣 黑人憎到不得了 她的角色 我覺得現實生活的修 一定有 我覺得她有些東西是堅持 兩個角色都有她的世界 有些東西她自己的價值觀 也想堅持 看法 對視頻有一種看法 自己的堅持 我覺得這些是相似的 這個人很重視 說真話 我們要說真話 不要說那些虛構的東西 不要說那些 我都重視真話 你是那種坦白感性的人 我覺得一個挑戰是 如何把一些理解的事情 在舞台上發生 我覺得是專心 什麼都有難度 什麼都是難度 例如她說專心 已經是一個難度 舞台上那兩個鐘很專注 很集中 這都是一個難度 記憶 交流 排戲 和人相處 各樣東西都是一個難度 舞台演員最大的分別 就是要有學養 舞台不同 劇本一比劇本 你真的不識字都做不到 要有學識和修養 是呀 學修 學修 厲害 是呀 是呀 多懂得自我推銷 因為經驗太少 每次都會有一種 學很多東西 有滿足 人覺得自己應該有進步了 仍然會有這種感覺 我想觀眾純粹是一個 欣賞故事 即是看一個故事 你第一次看的 但今次再接到她排排的時候 我覺得除了一個故事之外 其實她真的有幾多層次 可以犯骨 現在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在研究